創下剛看到的是央視黨媒 這一個播的片段 那這個黨媒宣傳說 所有的黨的工作都要讓老百姓過好日子 那欣平本人在海南島的所有行程式上 画面上都沒有戴口罩 可是在上海的強勢清零 外界很擔心一口氣清到二十大 現在北上廣山對疫情都非常的警戒 但是習近平在好像沒有什麼疫情的 海南島那邊非常高興的宣布說 所有的精力都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而且他還特別強調 這個動態清零絕對不會退縮 精準防控一定要做到 要最大限度減少到經濟社會的一個影響 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可是這樣一個防疫的動態清零的好日子 第一個要到多久不知道 會不會撐到二十大也沒人知道 但是另外一個有沒有效果呢 今天中國最新的一個在本土確診案例 兩千九百三十一個人 但是結果在整個上海兩千七百九百一十九 所以看起來在這個上海這邊動態清零這樣的做法 目前為止還沒有讓上海市民過上好日子 然後很多的抗爭包含美國理事館要求工作人員 日商和德商都要去考慮撤資 好像很多人抗議 結果昨天晚上又有一個視頻出來 告訴你說上海的好日子是怎麼樣的好日子 這個視頻的標題是昨天晚上出來的 領導在下面視察 他的標題就是領導視察 結果勇敢市民 在隔空喊話 他告訴你上海的好日子是什麼 領導我們可不可以有點話要說 什麼呢 我們現在要什麼沒什麼 什麼都買不到 你要我們怎麼辦 吃的晚夠都買不到 你要我們怎麼辦 社區要發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你要我們怎麼辦 身邊有多少病人 我們也都不知道 你要我們怎麼辦 這個東西就是上海市民 現在感受到的好日子 而他們的好日子的期待 網民也開始做一個諷刺 好日子的需求是什麼 不要戴口罩 所以他們在網路上就把 剛剛習近平 你都不用戴到口罩 為什麼我們要逐步出戶 為什麼我們要被封在家裡面 然後又把李克強 野蠻跟著在江西那邊 也沒戴口罩 就說這是李中堂 故意叫板習大大 故意要嗆李 習近平 意思就是口罩 憑什麼你們可以不戴口罩 我們就要戴下去 而更慘的是什麼 這個好日子 裡面的出來是 有些官員等不到好日子了 昨天傳出來是在 整個上海衛健委 鴻口信息中心的主任 叫做錢文雄 受不了壓力 壓力三大而親身了 這裡面傳出來是說 他的親屬在那個微博上 跟其他的親友告訴 有這件事情 壓力三大親身了 而這樣事情傳出來之後 當然引起震撼 連胡錫進都特別的說 在他微博上講說 他特別向上海同業求證 然後寫下來說 確確實實 那個錢文雄親生了 而他的太太還安好 然後就說這樣一件事情 令人悲創 而且會加劇上海現在 基層防務人員壓力三大的一個印象 不過呢 這個消息傳來傳去 上海的公安局呢 在他們的官方的晚上上就開始公布說 這是假消息 但是這個情況這種假消息 還是讓很多老百姓開始去覺得 討論什麼叫好日子 而這好日子裡面 他們就把外交部的趙立堅也拿出來用了 趙立堅他們在下去做核酸檢測的時候 發現旁邊會貼一個趙立堅 但是把它改成是黑白照 黑白照看起來有點... 然後趙立堅講的是 外交部一期期間生活在中國 你們就偷樂著吧 原因是什麼 是去年12月30號的時候 趙立堅在北京外交部開記者會 跟著外媒講說 中國的防疫做得非常好 所以一期期間 你們這些外國記者能夠在中國生活 你們就偷樂著吧 現在拿出來做一個諷刺 而這種諷刺不斷的出來之後 他們甚至於開始有所謂的 上海十大冷笑話 就是把現在官方講這句話 做一個諷刺 上海十大冷笑話 比如說你們告訴我拐點繞了 原來是拐向上揚 你們跟我講說防疫是第二 原來你們的闢謠是第一 你們官方都在闢謠 然後一天兩萬多 告訴我們說 我們都還是低風險 市民吃不上飯 給你們辦一場的精神晚會 給你們精神食糧 不斷的在進行諷刺 甚至於這個很多消息 大家還在傳的是 還有一個地方被人家忽略了 他們貼出來是廣西的東興 據說已經被封了46天 根本沒人管 根本買不到東西 根本吃不到東西 可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習近平還是堅持他的動態清零 因為這是路線之爭 而這路線之爭 所以一定要調子抓得穩 人民日報在短短六天之內 連發四文捍衛習近平的動態清零 新華網也連發三文捍衛動態清零 最後連胡錫進都要發微博說 一定上海要清零 可是在這裡面就要看到的是 他跟李克強的矛盾 跟國務院的矛盾 在BBC講說三月初的時候 本來國務院就開始要討論 是不是開始要放鬆管制 結果被拿掉了 被打掉了 現在是說王岐山非常親善的財新網 也寫了一篇文章 指了上海廣州八個市 是不是開始要放鬆的這樣一個防疫 沒想到這個貼文馬上就被刪除 所以代表著這裡面 對於這個路線之爭 統一口徑 習近平是非常堅持